再说一件事 你在新浪干过是吧 现在还在职 在新浪的哪一块 新浪汽车事业部 你负责的是哪个内容部门 微博 微信 微博 微信 你干出什么成绩来了没有 微博的话 汽车美图那个独立运营 独立运营到现在应该增了 20万的粉丝了吧 有哪个话题量 是阅读量比较高的 讨论比较高的 这种大公司 其实是比较智能化的 然后但是你这些东西 发布的一些内容就是 我的天哪 孩子 我一直在帮你 你自己不是跟编导说 车展的话题宣传 话题上限两千 阅读量就超过五千万吗 是有这个事吗 这个是2019上海车展经理 这是整个一个组 然后做的这么一个话题 你是负责什么呢 我是施医生嘛 然后什么都可能参与一些 那你这个事你跟编导说 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期的这个预热阶段的话 我都会带这个话题的 你具体做什么 比方说我给你选项 你做文案输出的 就是你写内容 你做数据分析的 你做类似客服 就比方说用户评论 要不要删 要不要回复 你这种类型你具体做什么 这个的话 然后主要排版 发一些文章微信上 然后从那个 打断一下 你是编辑对吧 对 你是排版 而不是写作 原创 对 我们有编辑部门 我们主要负责传播 我跟你这样说 你们把它想象得太高了 我猜一下 就是你告诉编导 你做了那么大活动 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我觉得你可能有 把自己放大了的成分 但实际上 在新浪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像你这样的实习生 只能干一些打杂的体力活 不可能让你去出策划 去做专题 这个都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要到这来应兵 你明明知道自己不善言辞 因为这上面 有一个异象的企业 有两个异象 我对车比较喜欢 哪两个 一个微车 是吧 是你的异象企业 他写的是微车跟58 还有哪个 58 咱就这样 比如说你今天是 微车的自媒体运营 这个温驰路游事件 发生了 你来写一篇文章 或者是就这个事件 来做一个运营 你准备怎么做 简单吧 这事已经发酵这么久了 我记得这个奔驰事件 出来之后 然后还有一波召回的 还有一波召回的 然后可以以这个为噱头 然后提醒一下用户 来微车看看 还有哪些召回的车 车辆 然后有没有你的车辆 我们确实有提醒这些服务的 但是跟漏油这个事其实不太 其实涂老师之前的节目上 其实已经说过了 像微车这样服务车主的群体 我们这时候其实要给客户 给车主一些建议 比方说你怎么避免买到一辆漏油的车 你验车的过程要注意什么 怎么能够避免你有一天也要坐到引擎盖上去哭 我会觉得这样 我们录到现在了 我觉得一点火花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它求的是一个自媒体的岗位 自媒体其实是以情代人的 不管是从标题还是内容 是你能够跟你的读者产生共鸣 你能够拉着他的心 拉着感受跟着走的 但如果到现在 我其实我们都在等着你的那个 因为你作为一个文字的创造者 内容的生产者 你应该有情感带动我们呢 我觉得你最缺的其实是阅读量太少了 你说你喜欢自媒体 你一定要阅读一批自媒体吧 否则你怎么运营啊 你至少先得看嘛 就像图老师经常说的 阅读量是第一位的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过往的一些经历什么的 包括在这个新浪的工作什么的 然后产生了一些质疑 可能做的比较杂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到哪个痛点上 我做的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东西 可能没表达出来 你要多少钱新手吧 我是想8K 然后但是我今天表现 可能不那个 那你要多少吗 审视多事一下你要多少钱 审视多事 我还是坚持8K吧 然后那个 底薪8K是吧 那你在轻上汽车实习是多少钱一个月 实习2000多吧 那怎么到我们这就8K了呢 这个是正式的 对啊正式的又怎么样呢 可能今天表现不是太好 那你怎么觉得你值8K呢 你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 你是什么样的勇气 能够要8K这样的薪水 不是我真的想不明白 另外的话你看 我们整个的工作的事情说不清楚 大学的事情也说不清楚 这个表达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另外咱们在那块就是做执行的 大学生出来 现在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陀老师给了你那么多的机会 你都表达不出来 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至少你要在你的心态上也去调整 你要去知道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新车位 就是两三千块钱的一个水平 你为什么还要去坚持在 我就是要8K 所以孩子啊 你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去好好想一想 工作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着的 以我们以往招聘自媒体运营人员的 基础人员工资底薪也就四五千 你能调到四五千吗 5K可以吗 好好5K 来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谢谢大家 你现在不是还在新浪在职吗 作为一个新浪已经离职的老员工 跟你说几句话 在新浪这样的大公司 你如果只做那种打杂的工作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前途 你要把自己从这个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去看这个整个的全貌 然后主动地去学习 这个新浪汽车是怎么运营的 然后那些东西才是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 来 谢谢你 再见 谢谢